讲到这边 觉得历史 其实有时候是挺无情的 张宁甫的这场两怀战役 打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也把苏玉推到了高点 才过了半年多 张宁甫就被苏玉围困在这个孟良故 不过呢 我们这集既然要说到 他的两怀战役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 专注在这场战役上面 连水战役那集 我们有提到说 连水距离淮英跟淮安都很近 大概是三四十公里的距离 为什么两怀这么样的重要 而且还被共军称为是华中的京都 华东的战局 其实是非常的复杂 至于两怀 其实我也觉得很复杂 过去也差点搞不清楚 因为这里有时候会指说 地底上的淮北淮南 但有时候又是说 苏北的淮英跟淮安 我们知道1937年 上海这些沦落了之后 国民政府的江苏省政府 一度迁移到苏北的水路交通枢纽 也就是淮英 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地方其实有它的重要性 日军是在1938年占领了淮英 所以把这边作为屯兵的要地 因为它的城墙其实也蛮高的 有八米高 还设置了大量的公式 城的四周 还有城门 通通都有炮楼 城外还有许多的卫星据点 后来新市军在华东这一带发展起来 先后成立的苏北 苏中淮南淮北四个根据地 可是淮安还有淮英 这几个比较重要的城市 都还在日军 或者说是在 湾京卫南京政府的手中 所以中共的这些根据地 没有办法相连 原来如此 在1946年的9月 张宁府帅整气四尸 来攻打淮英跟淮安 代表了两淮 在抗战胜利之后没有多久 就变成新市军的地盘 对这段历史 史政局他的说法是 两淮地区早在抗战期间 成立在这个地方常年经营 所以这个地方 匪化也比其他地方还要深 成立常年经营 就有点像是 1944年日军的一号作战 那时候汤恩伯丢了河南 八路军新市军 就进去填补真空地带 所以在抗战胜利之后 国共其实都知道 两边的对决要来了 毛泽东在8月24日 对中共华中局下达指示 尽速的占领运河沿线 还有串场河沿线的各城市 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 打成一片 这道指示 等于是中共要进一步 夯实这片区域 蒋介石怎么可能拱手相让 他要怎么办 国民政府那个时候 直接把一些实力派的卫军 就地赋予方号 负责重要地区的防务 可是中共这个时候 他也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他也透过一些其他管道 拉拢某些的卫军 导向自己 例如像洪学志 那个时候新士军 在打两槐的时候 曾经要一位南京警卫师 起义的这个 被改编为独立师的师长 要他来前线观摩 来看新士军 到底怎么样攻城作战 等于就是拉你到前线来 就是让你振折一下 杀鸡儆猴 意思就是说 你乖乖的 不要想跑了 那其实我们很好奇 这位没有指名道姓的 这位独立师的这个师长 到底是谁 洪学志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不过我猜 这位师长可能是 钟建魂 他是防腐三起 南京警卫第三师的师长 是属于这个 湾经卫的嫡系部队 精锐部队 那1945年8月11日 在日本还没有投降之前 他就带了3000多人 渡过长江 这听起来很复杂 南京国民政府警卫第三师 岛哥到新四军这边 老坦又有说 那时候的国府 那时候一直要把这个重要的这些卫军 掌握在手上 就地赋予番号 那是谁在守这个苏北的首府怀音 原本属于湾经卫政府 第28师的师长潘干成 这个部队 他在抗战末期 私下跟重庆政府也联络上 就秘密取得了苏北抗日挺进军 抗战胜利以后 立刻被改编为第6军第28师 负责守怀音 那至于守怀安的 是另外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卫军 就是无数权的部队 被改编为怀安独立旅 这听起来就像是回到军阀割据 这种极其混乱的一个时代 中共那个时候为了要拿下两怀 所以就动用新市军 第2师还有第3师 由洪学智来指挥 那他跟匹定军一样 都是安徽省 金载县人 也是属于洪市方面军 又是洪市方面军 那其实常常出现在我们的频道里 洪学智他是怎么打 洪学智讲 他们包围怀音之后 每天晚上进行洗澡 那守军以为说新市军是要夜间来打 那这样子过了十多天 然后他们也准备好了几百个梯子 然后事先偷偷的运送到城下 然后就要求守城的潘干城投降 可以给他一个方号 可是被拒绝 洪学智他们后来就把总工的时间 选在1945年9月6日下午2点 这个时间点有点出其不意 时间一到 假期的梯子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 就暂停了怀音 事后就是统计了一下 将近一万人把守的怀音 总共俘虏了8325人 大小的炮有将近70门 最重要的是有两门是加农炮 那洪学智还说 躲到怀音的9个县长也都被俘虏 才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就结束了 张立府那个时候打下怀音 要拿怀音速度就快了 那回到1945年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吗 5000人防守的怀音 其实也丢得很快 而且是更快 因为这里位于大运河的东边 它的西边还有西南还有西北部 都有水塘 所以新智军那个时候 他们在大运河的西侧的核体 在夜里面先用沙袋堆起一个比城墙还要高的火力点 先用重机箱扫射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点赶快再组起十几个火力点 那同一个时间 还从城的西南角挖了地道 运送了一枚B29投资下来的未爆弹 然后把它运到了城下 9月22日早上8点 他们开始工程 炸弹引爆之后 把城墙给炸摊 然后这些火力点也一起扫射的一个小时 就结束了战斗 这样听起来 这次的工程其实一反共军的常态 因为不是早上就是下午 而且还很快就结束战斗 看起来这些卫军改编的国军 似乎战斗力不是这么强 只是突然增加这些国共内战里面 国军被歼灭的这个数字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等到我们搞懂了以后再来聊 这些卫军 也就是被俘虏的卫军 他们有一部分后来变成了新市军 随着洪学智到了东北去 因为中共在1945年9月19日 发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指示 把山东的八路军调到了东北 也把长江流域的一带的新市军 逐步调到山东 所以洪学智比较特别 他是去到了东北 这也是为什么他攻下了两槐 可是战丁虎来打两槐的时候 却看不到洪学智的身影 原来如此 不然他应该会出现在我们前两槐 另外有一部分在1945年9月被俘虏的卫军 可能留下来变成了华中野战军什么的 因为他们被捕冲进去了 然后在1946年9月 战丁虎在打两槐的时候 他们又被战丁虎给俘虏 我们前一集有提到邓文怡说 他在怀音还有树前 看到俘虏的共军是数以万计 踢了老台连续两集的连水战役 加上这集的两槐战役 整齐四世的战斗力 真的是很与众不同 因为我们不禁让我想起来说 这个两槐战役才结束一周 马上就是山东鲁西南龙凤战役了 刘伯承的禁忌鲁野战军 单挑邱金拳第五军 还有胡连的整石医师 前面有讲过 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们 其实真的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 台兵读武新闻历史汇流处 军事事故事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 可以给我们观看之外 欢迎大家在底下跟我们留言交流 也可以用Podcast收听 欢迎大家到ApplePodcast上面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新的评价